你之前是經濟公司老闆啊 對不對 其實還滿多藝人的 不是 你記錯了 拿著包包拼命檔 戴口罩被戴上警車的這名男子 他是環心創意前老闆李宗哲 辦過無數演唱會的他 認識不少大牌藝人 如今卻因為吸毒被抓 看到鏡頭一再否認 在落網時的他差很大 因為當下他頻頻大喊 自己就住在藝人安心亞的家裡 被封為宅男女神的安心亞 唱歌演戲樣樣型 但怎麼會跟吸毒嫌犯牽扯在一塊 但我們實際求證安心亞的經紀人 他並沒有擁有內湖房產 跟李宗哲也只是合作夥伴 《綜藝天王無宗憲》 也是其中住戶之一 因為警方來抓李宗哲時 他說這是安心亞的家 更說憲哥是我鄰居 最後提到自己過去輝煌事蹟 卻因為經營不善害公司倒閉 才會染上毒液 這連歌手林佑嘉維里安 都曾以他合作幫忙宣傳新專輯 可見他的演藝圈有一定的知名度 昔日的知名娛樂公司 前老闆卻因吸毒入網 會不會再次掀起演藝圈的毒風暴 外界都在 等著看 6月24號台中深夜街頭 被狂射21槍 警方花7天破案 吸去慶忌之徒臭名 不料10天後台中再傳槍響 7月3號晚間6點多 三名從高雄背上 到台中的車行股東 因為不滿投資車行卻賠錢 來到台中與店經理對上談判 不料雙方爆發口角 店經理召來三名男子 衝進店裡 對天花板開兩槍示威 甚至持槍壓制三名不合 追查這家租賃車行 從一般造車到進口名車 樣樣都有出租 網路上也有些萬人暗戰 卻因為債務修翻引爆重度 車行投資糾紛一言不合 最後演變成開槍嗆瞎場面 三名惡煞與店經理 趁行逃逸 警方全追擊 24號凌晨3點多 女子站在台灣大道上的超商門口 兜了一下趕緊衝緊超商 過沒多久 超商店員也跑出來看 原來是聽到槍聲打賭 根據平面媒體指出 嫌犯開著白色冰石車 台強主賢與同車友人 都有黑道背景 是年輕的兄弟 當天疑似在酒店喝酒協調 日前的鬥歐事件 遭到輩分高的老大問責 才會在離開酒店後 不滿 台強視為險分 台強時間點往回推 凌晨3點15分 這輛白色冰石車 出現在四川二街 先是右轉左左肩 載到台灣大道上 沿途100公尺的路上 嫌犯就對空開了 整整20一槍 冰石車上總共四人 兩名已經盜案 但開槍的主席 与第一名共犯還很豪 警方已經鎖定身份 將擴大追跡 要將這名囂張的嫌犯 誠實以罰 好 歡迎這段新教育的來賓 中山醫大法醫科的主任 高大成醫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前警官高仁和 昏迷好 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的是 社會官的賈健明 昏迷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有一些驚悚的 黑社會案件 很多案件 就是太悔忠的事 是不是有吸了什麼東西 導致理智全失 是 首先我們來講 這陣子 海巡署跟檢察官 公佈了一個峰迴路轉的 毒品走私案 這艘叫日翔十二號 澎湖級的觀光遊艇 他根本是假借 好像在觀光 實則是在走私毒品 你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這是最新的畫面 海巡署把這艘 翻覆的遊艇拖回來 剛才我不是說兩人失蹤嗎 等一下才講 這兩個人失蹤怎麼回事 先講遊艇拖回來之後 嚇人了 它裡頭看到好多茶葉 它這茶葉的鋁箔包 一把它剪開之後 裡面都是安菲他命跟K他命 七百多公斤 如果以一個七十公斤 男人重量來講的話 等於就是十幾個男人的重量喔 那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它會翻嗎 就是因為它載了這些毒品 一個小艇也沒多大 結果載重不均 重量分配不均 然後再加上海巷 突然起了很大的變化 船就翻了 那我跟他們說 船上不是有兩人失蹤嗎 落海了嗎 死掉了嗎 也不是 這兩個人一個是船長 一個就是毒品壓貨的人 他們當時一看船番 立刻跟同夥講來救我 我們不想被抓 所以兩個人就失蹤了 所以他們就這個貨都不要了 對貨都不要 好那是不是真的很風圍路轉 這是彷彿冥冥中駐地 說日翔十二號呢 當時要在走失之前 他從澎湖出發 結果到高雄外海 他不是很順利 他到高雄外海失去動力 就失去動力 海巡署去救 救了把他拖回到高雄港 船修好之後 他又爆關出海之後呢 這時候海巡署盯上他 因為海巡署發現 奇怪 我把你船拖回來的時候 怎麼發現你船上有很多的油桶 沒有遊客 你要那麼多油桶幹嘛 但是不動聲色 你看專案小組多厲害 所以第二次出去 他成功從中國的貨輪上面 接駁到毒品 可是第二次 他還是栽在了海上 那講到這些毒品到底都誰在用 我跟各位說 最近演藝圈又興起波瀾了 是不是 說在內湖的豪宅 這個豪宅很有名喔 綜藝天王啊 割籍的 憲割籍的 也是曾經在這裡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們來賓 憲割籍 就湖宗憲大哥 曾經也在這裡住過 結果呢 說前陣子有鄰居出來講說 有警察來我們這邊抓 那個吸安非他命的毒販喔 而且呢 他還在被抓的過程 跟警方起了衝突 然後聽他在那邊大喊 喊了一句話叫做 這裡不是我家 這裡是安西亞家 你們不要在這裡抓我 那這樣當然會鬧上新聞版面 當然想說天啊 安西亞交男朋友了嗎 是不是 大家就這樣想了嘛 我們就馬上講進去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這個豪宅 被抓的這名男子呢 他以前是算是演藝圈 知名的娛樂經濟公司負責人喔 那結果呢 這個人後來熟悉內心的人講 說他前一陣子 因為經營不散 然後不但積欠員工 也積欠廠商錢 然後後來呢 也不是負責人了 那可能就是因為生意做得不好 所以可能因此這樣心情不好 才去吸毒 被抓到的時候 有這個吸食器 還有安非他命的殘渣 可是我跟妳講啊 妳好死不死 妳在落網的時候 跟警察大聲喊說 這裡不是我家 這是安西亞家對不對 你們不要在這裡抓我 那莫非跟安西亞什麼關係呢 安西亞的經濟人就馬上覺得 這真是騷到台風沒了 就馬上出來澄清 說安西亞和這位理性負責人啊 其實只是有合作關係 跟他既沒有旗下藝人的關係 也沒有外面八卦所講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關係 真的是怎麼會這樣 一有名人家就會注意嘛 你看像這個蹦恰恰 他不是很愛拍電影嗎 結果最近為了拍電影酬資金 居然呢又被詐騙覺得海削一頓 實在是很離譜 很多人覺得說藝人好像是有點像小白兔 出社會的時間不是很多 甚至連藝人他有名的時候 想要吸一些什麼東西 又不想出名 這時候就變成人家這個大敲竹槓的對象嘛 東區東方南路有一間舞廳很有名 那時候我記得我朋友是那邊為市的頭 我記得那時候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時候 天啊不得了 我看那個門口啊 我大概給他看了一下 是排了一兩百個人在那邊排隊進場 我就覺得很納悶 說為什麼要來搖頭舞廳 為什麼要排隊 後來要告訴我為什麼 因為樓下已經客滿了 天啊客滿了還一堆人在那邊排隊 排隊整個要進場進去搖頭 那時候我朋友他自己在本身是為市 他一個月大概五六萬塊 那可是我看他很忙 為什麼 他有時候他帶我去玩 他就說叫我自己去喝酒 或自己去繞一繞 我看他就跑來跑去啊 為什麼他在幹嘛呢 他其實他在現場 他除了會賣藥給現場的一些搖頭客以外 那我說那你這樣一個月到底 光賣這個藥可以賺多少錢 他說光應付這些在場來消費的這些搖頭客 一個月就可以賺十幾萬 這十幾萬的收入都多的 那我說那你應該是不只這樣的收入啊 因為他年輕人也帶很多 我說你那些年輕人 你也要都要給他們收費啊 你要怎麼來支撐這個開銷 那後來他才告訴我說 其實在他們去那邊 他去那邊消費的有沒有 那時候有個綜藝大哥 對他非常有名 他只要講到他 大家都知道說 他以前就是因為染上毒 後來又染上毒 那我說那你們出給他 你也賣給他價值得好 他說像出給他們這些有沒有 圈內的演藥圈的最好 可能搖頭完一顆可能五百 出到他們賣給他們一顆 可能就是要貴兩到三成 可能變成七百或者八百 就好買就對了啦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去比價 他也不可能說 金明你給你一顆買不到五百 我又卡在那裡問 你哪裡六百七百 他們不可能去問嘛 他們當然是越低調越好 當然是用藥的事情 不要被人家知道是最好 那我說那你這樣子放藥 放給他們 哇你這樣你就扣了 他說他光放給他 這個綜藝大哥 一個月跟他拿的藥有沒有 大約就要拿五十萬左右 那這五十萬裡面的藥 又包含很多種 裡面有的幹嘛 有的搖頭完 有的一粒棉 那甚至還有大麻 是好幾種藥加起來 那我說那你 他也你也不是應該 你要跟他交易的話 都怎麼交易 那剛好碰巧 不巧有一天 我就跟我這朋友在一起 我們本來是要去外松溪釣蝦 他接到這個大哥的電話 我不會輸 不會輸到老白卡丁 卡丁會給他 很高興 財神也來啊 對啊因為我們不知道嘛 不知道原來是他這麼大咖 他就說 今天我們兩天這麼丟火 你先帶我來信義囉 然後我就說 到底是要做什麼 又好 他說沒有啦 好就是他的醫師父母就對了 我就載著他去信義路 那個一棟很高級的 那看就知道是豪宅就對了 那我就在樓下等他 然後他就拿了很多東西 然後他就跑上去樓上 然後我就在樓下 大概等他十分鐘 然後後來他就下來了 我就下來 馬上我看他就拿著好幾本 那應該大概有三四十萬啦 那我問他 我說那每次都來這邊交易嗎 他說沒有 他說他的行事作風也很神秘 有時候在這裡 有時候又去敦化難 有時候人愛路 他們會換來換去 沒有固定的地方搖頭 那我說那你今天去一樣 都是固定這個綜藝大哥跟你叫嗎 他說沒有 今天去他才知道說 原來裡面還有一些更有名的 還有拿過金曲獎的一個歌后 還有主持人 還有一些演戲的都在裡面 那我說那你今天去幹嘛 他說他們在打麻將 那我說打麻將 那打麻將還跟你拿藥 他說對啊 他們就是這樣子 邊打麻將邊用藥 可能是紓壓吧 那後來這個綜藝大哥有沒有 他最後也是落得不是很好 因為名聲也不好 他一開始跟我這朋友拿藥 都是用現金 因為拿藥一定都是一手交情一手交貨 後來他就是變熟了嘛 你可能配合一年兩年 就會用攝障 可能搞不好一個月結一次 對 但是後來這個綜藝大哥有沒有 他因為在外面染上的毒 對打麻將也打很大 好像都打一萬底兩萬底以上的 欸開出去的票也一張一張的跳票 那跳票以後來差我這個朋友差二十幾萬 後來我問我這個朋友說 那後來還有再給他攝障嗎 他說沒有再讓他攝障了 為什麼 二十幾萬他也不要收了吧 他給人家暴力賺那麼多 可是兄弟哪有在管理這些 因為他這兩三年從他手上搞不好已經賺了七八百萬 是不是 所以就讓他過 這叫做借一軌 對 就讓他借過這樣子 這是你發明的 借過 再來看看台中為什麼沒有借過 為什麼台中現在變成嗆記之都 事實上台中本來治安非常的不好 那麼經過了幾年的整頓以後 有一段時間台中比較憤怒就穿聲 結果沒想到最近呢 那麼連續聽到槍聲 為什麼呢 就在這個上個月底的時候呢 那麼一群年輕人啊 從金錢爆酒店 這台中知名的酒店呢 這個循環出來了以後 坐一台休旅車 那麼沿著台中這樣繞了以後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有人把這個休旅車的 這個玻璃那個窗戶弄下來了以後 突然間對空銘槍 對空銘槍 然後對空銘槍了以後呢 開完了對空銘槍了以後 又把車子又開回來了以後 離金錢爆不遠的地方的慢車道呢 又有人 那麼直接又下車了以後 又對空銘槍 總共在現場開多少槍不知道 但是在兩個現場總共找到 21發的彈殼 也就是他至少開了21槍 21槍那是很恐怖的 台北我們以前這個跑新聞的時候 台北可以容忍開槍的那個槍數是10槍 為什麼 因為他開了第10槍的時候 一對警察槍的不准動 所以10槍 你好大的台北一把他開10槍有沒有 你看看我會把你打成什麼樣子 沒想到台中貴幹理財一錢英雄就對了 所以台中包容力怎麼那麼強啊 不給面子 不給警察面子 他也不給面子了 然後當然那個被這個議員啊 被媒體的報導 以後警察人們沒面子 黨會抓抓人就抓人嘛 因為有知道他修旅車嘛 那大概馬爾也不錯 然後後來就找了六個人回來 等於說把嫌犯來開槍的人 那個有其中一個說 是我開 是我拿雙槍我自己開的等等啦 但是這個案子算是破了 重點來啊 那為什麼要開槍 聽來講是心情不好 喝醉了 問題是心情不好 為什麼要插槍 插兩支穿去就算說 去酒店喝酒呢 好 就在處理這件事情啊 那麼媒體啊 跟這個那個議員還在講的時候 這兩天 突然間一家汽車租金公司還在台中 然後呢 聽說高雄的三個股東要上來對賬 對銷就對了啦 對銷就正常啊 錢有關的嘛 那麼台中這邊的這個 可能是高雄啦 不知道朋友不知道怎麼辦 老十幾個人來 站聲就對了 老十幾個人來啦 你不要這樣做得很驚訝的眼神 沒有啦沒有啦 帶了四把短槍兩把長槍來啊 然後砰砰兩槍就打天花板啦 這三個叫做真好 高雄來我說他們這三個叫做真好 沒走 沒走呢 現在是在幹嘛 他也沒走 通常就叫大人 通常你叫做真好 看人家開槍什麼 就是這樣 四把短槍兩把長槍 然後開了槍以後呢 那對方問台車先走了 然後呢 後來警方當然就接到爆 有人開槍了 然後就來這個地方收證了等等啦 那麼現在先帶回一個人 然後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有掌握嗎 不是 台中市的這個槍擊案發生率是6度最低的 我告訴各位 那重大刑案還是不是在算劍數公司 什麼人比較低的 你要注意 一種感受 為什麼在暑假 也就是說 這個病毒啊 武漢肺炎病毒啊 那麼剛開始 我們開始解封以後 連續發生兩件 我跟你說哦 你千萬不要發生第三件哦 連續發生 你知道有什麼嗎 那就表示 但是這個人對不對 有槍的這些人 用槍自重的人啊 他稍微看一個警察他就開槍 他就趕著你開槍 連續發生 我們現在不是在比說 對方可能 哪個縣市有十件 哪個縣市有八件 我才三件 不是這樣子 是的 而是你連續發生 你就把它壓制 所以昨天晚上馬上就擴大連檢了 馬上擴大連檢 除了擴大連檢之外 事實上你還必須要做一個動作 為什麼 包括把台中有沒有 四塊鏈都包起來 為什麼 台中的焦點加速不多 一間可以在我們台北市三間 你知道嗎 因為他都大嘛 他都大間的嘛 很大 所以呢 我為什麼跟各位這樣講 以前台中有什麼叫我們 稱為慶祭 慶祭之都啊 因為很簡單 一直開槍 1989年的時候 剛出獄的一位道上弟兄 在台中漢口路 向禁止離開12000四 90年 每隔一年 腳頭黑人 在上司頭當紅綠燈 叫歹徒騎機車 台中連續發生好幾件 在十字路口等紅綠燈開槍打死 然後呢 91年也是一樣 那麼在那個路 在路上 建行路上 一樣將開槍打太陽穴 92年 竹聯邦的河南堂主 他們在餐廳被人家擄走 三個人擄走 要開槍打死 93年 黑幫分子也是因為 經過大夜路的時候 卡到騎了刀牌的槍手 直接把他開槍打死 那麼 尤其是 海鎖重量級 名義代表 那個叫五檔 結果也是在酒店裡開的時候 被三個人開槍掃射三十多槍打死 跟各位講 台中心治安最差的時候 差到什麼程度 你看電影也要注意 你知道嗎 MIB MIB那個什麼星際戰警 多好 他們那兩個穿西裝的那個 這個外星人在槍戰的時候 多好一對情侶 在那邊看電影 後面一個槍手 他從頭到尾都盯著這個男的 他背後看電影 看差不多要到半點半小時 剛才在等 電影出 他不知道為什麼知道 電影會有這個外星人槍戰 看過一遍了 剛才開了 外星人槍戰很大聲的時候 站起來 他頭巾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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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成就打 連他的女朋友 都這個重彈 腳部腿不重彈 被榴彈打到 他就當場打死在那個 等於說 一開始我跟你講 一開始裡面的觀眾還想說 哇 生力其境開成就好像真的一樣 這度比影響太好了 他以為說那個開槍是在 那個影響實在是太太生力其境 他才發現 哇 有人開成啊 人家打死啊 嚇死了 這是在台中 這是在台中 過去台中的資產就是因為這樣 很恐怖 所以 所以 那麼希望現在的台中的警方 一定要小心的把整個情況給壓下來 千萬不要讓他又有第三次 第四次的槍擊案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問一下台中人高醫師了 為什麼感覺好像平靜的一段時間 最近這兩天又這樣子 囂張了起來呢 這我不敢評論 你有不敢的事情 不是 我也稍微知道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利益差太多 現在的本省掛跟外省掛不太一樣 外省掛大概都要那邊的利益比較多 本省掛現在都賭博 線上游戲 還有擄人而俗 不然就是賭博 就是一般的賭博 我以前就也碰到一個 那時候在民國八十二年 有一個角頭 他也是很喜歡 以前沒有沒有線上賭博 就是像外賣 警察 擄肉 這樣而已嘛 他有賺錢 比如說我叫你擄這個人 擄來我拿兩千萬 人家一般大高是說 這樣我一千萬拿起來 你一千萬你分掉 他不是他兩千萬都拿起來說 你有聽我的薪水不用拿 這大家都希望很壞 叫人做北港就對了 對 下面說對啦 我們有那些薪水是沒有不對 但他沒有膠了對不對 多少會比較好過 還要再去 還要再去金錢 那是什麼 東富酒店的對不對 哪有膠 老二就想要串位就最好 來修理 去開店 那有一個人騙說 我那個烘烤路和青烤路 那有一個人欠我一百萬 你給我載一下 我們來收 我收到 我們錢半五十萬 這個老闆的時候 這個老闆的時候 開一台車 開到不用十分鐘 就天天五十萬 我載我載我載 車就開去了 開了去到青烤路 他就下來下來 就大人說 你坐一坐 我去來收銷 我連他拿下來 他就上去 去他就 當然就是靠地 找三十分鐘 他本來就找好了 他裡面一個比較慘 我這個年輕人 像以前在開 翁西蘭那種類似的 有些年輕人 不怕死 他還未滿十八歲 你大西洋金門 就坐很輕 他就利用這種 在台南 他就說好 他就靠電話 他說 現在在清烤路 你趕過趕過 他就乘車 他就乘車 穿車 跟這邊 穿一下夾 再開 他就 他撞問 這個人 他也常常說 一定有危險性 他也很捨立 他不用乘車六伯 還鑽黃旦玻璃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鑽黃旦玻璃 所以清烤也知道 黃旦玻璃 不開一下 當然要把它撞到 他後來 不知道他要開 他就打開 打開他就沒去插 打開他 打開他就沒去插 要做什麼 鳳家要從哪裡去問路 他就說 走就好 他也沒去插 這人會怕 什麼 聽不懂 越長越大 他就說 沒有了 他都不壞了 他也在頭 湯開來 要撞下去 人家對方看 湯開來 穿到腳架押出來 連開九千 那時候 我以前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一支手槍可以打到十二發的 那好像是新的 那一支是最新的 好像是捷克來的 捷克來的 開九千住不住 到達三千都住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就開了十二槍 全部開掉 他就跑了 跑了以後 我們去 人家就報警 我們就到現場去一看 真的死了 因為警察很厲害 他們就利用那個監視器 有人經過什麼 就去捏這個小弟 沒多久就捏到 捏到做煙銷 他又開穿 他又穿貴 他不敢拿那個好角 他躺在那個 機器 旁邊那個 我們不是那個 他用夾層 放在夾層下 人家 人家 人家隨看也隨知 對嗎 那個就對了 你穿在這裡 還有煙銷 他開的就對了 要捏人捏不 但是他們就查 這個小弟的通 通訊紀錄 他發言說他要開穿的 15分鐘 這個高潮的小孩 才會 比較低 15秒 一定是交代的事情 沒辦法說得低 他還給電 怕了他還給電 改革了 所以 都10秒15秒 都知道 就是他做的 然後我們這個驗室 才很好照的 就覺得 這真的人 就是緊張 還是頭部 我們就想不到 他現在坐這樣 是不是大了 那個人開九千 像這樣 你說每千都像這樣 插過的 插過 從這裡大了 在平衡後面 還不睡了 行禁這樣 這樣九槍 一槍都沒有比明 一槍都沒有打到 我們如果緊張的時候 我們開車 把這個桶拉扭起來 對 趕快跑 還是把車開就走 他就好了 他說我好坐 他怕 趕快招對副駕駛走 人一轉生 對不對 擴大了 對 連三千都得 一個左胸 右胸跟心臟 他跑去副座幹嘛 他電影看太少 他應該這時候 就是要冷撞車開走 他拖起來 剛好而已 他說車開就走 對不對 這個 太震驚了 其實我是覺得說 這個槍手也是好笑 他也是一天段再喝酒 沒有訓練 只是兇殘而已 我們當然拖到這點 沒要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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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就對了 沒要訓練 沒要訓練 穿一下 手一直帶 你帶三個 黑道界的朋友 千萬不要聽高醫師 這樣跑去進行下一次訓練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只是 我是在比喻說 上次我們是驗 好幾個都是大陸來的槍手 人家都來的槍手 才是準 他那一槍抓起來 從太陽線撞到就對了 真的 他都不用帶第二槍 你就隨便說 這大陸兇手 因為台灣就是要找那種 小型的 你判身比較輕 對 也對 但是可能 大圈才專業花錢的 可是你要訓練一下 對不對 你看 旁邊要打錯誤示範 請勿學習 而且 沒有而且這只要 人家大陸兇手是這樣 這樣 要開槍以前 就千算以一的 大陸會噴到 人家不中 那就專業 那專業殺手了 真的 所以我經常驗試 如果看來 人家中五千 以前都在大陸 居然用這樣來判斷台灣 還是大陸的 真的 如果大陸殺手大概兩槍 天啊 最多兩槍 原來是這樣 你就知道說 因為手有力 大得很準 我們就刺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被槍殺的這個角頭 他的身分比較高 大概都打了十槍以上 為什麼 沒死不行 沒死不行 你就完死了 對 警官你有同意法醫的說法嗎 開五槍以上都台灣的嗎 都有類似的情形發生過 但是像台灣的殺手的 有的也很粗粗粗粗粗粗 我們那時候在民國89年 一個熊山 那裡有一件案件 在中坡北路五分埔那邊 那邊一早上 就突然像放鞭炮一樣 十多槍 十多槍 就一個男子 從一部進口轎車 下來之後 走沒幾步路 就身中十幾槍 現場目擊者之後 看到那個車牌號碼 好像是3349還是3329 這部車是一個姓麥 叫小麥 用真實姓名去租的 叫麥國的 租了這個車子之後 找到疑似兇手租車的人了 那進了在查的時候 發現說 這個叫小麥這個人 消失了 沒了 不知道走下去了 當時知道他有一個女朋友 姓黃 叫黃王美鳳 他說連他女朋友 所有通靈紀錄通通消失 找不到人 那什麼松山分居那時候 專門小組想說 奇怪 為什麼這兩個人 找不到完全失聯 完全失蹤了 沒有跟任何人聯繫 那結果他們就從他們交叉比對 通靈紀錄裡面 找到一個姓陳 那陳姓的男子 當時他是毒品通稀犯 那才發現說 原來松山那個中坡白路那個死者 姓黃 叫王冠仁 說我叫木居 專門在金營賭場 一個黑道大哥 那從來松打十幾千 那因為他是另外一個角頭 發現說 原來是另外一個角頭 姓連 叫連國文 在那個王冠仁的那個賭場裡面 賭掉了 輸一千萬 那覺得說 可能去你出老千 做手包給這一千萬包包 炸賭過去了 協調了很緊 很多次 說帥哥 我們現在請問看打架怎麼說 沒關係 但是王冠仁就不理他 就不理他之後 所以埋下了這個連國文 要把這個王冠仁給殺害的一個因子 所以就透過朋友介紹 介紹這個麥國偉 因為麥國偉被警方發現了之後 然後跑去跟連國文 要求五百萬的跑路費 連國文說 哇你帶一個人 你現在回來幫他勒索五百萬 連國文就講說好 我給你 兩個騙出來之後 跟麥國偉跟他女朋友 黃黃美鳳騙出來之後 由陳姓男子拿著槍抵著麥國偉 抵著槍之後 叫他喝下不明藥物 就是跟他安民藥類似的 喝完之後再拿那個注射針筒 我們在陶魚那個綠化夾 氫化夾 氫化夾 氫化的陶魚用的 那個很毒的 很毒的 從他現在打進去 兩個都死掉 死掉之後 就把它帶到坪林 帶到坪林的一個山區的鐵皮屋旁邊 挖了一個坑 那先買了20公升的汽油 挖了一個坑之後 兩個豆草再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把它槍殺的那把槍 直接又把它壓在他身上 把它焚化 燒到在現場那兩個人 看到說自己的同伴被燒成這樣 餘心不忍 燒了不然的時候 屍體再把它搬起來 去埋在另外一個地方 因而這樣而破案 那所以說他們就講啊 你說菜堂吃菜 你這個麥國偉 替人家出頭當殺手 殺了王冠仁之後 你一樣回來之後 你想不到你就是被列為死亡名單 你是被兩個 連你女朋友兩個都被殺害掉 現在是更離譜 怎麼很冷血 對 如果說粗殘 台灣現在跟過去的歷史 這個最粗殘 你覺得這個第一 這個第一 連何有儀都說 何有儀他曾經在當那個 桃園的警察局長 他說我一四人最危險的 就是這個人沒辦法抓到 他本來就是小南門幫的幫助 因為他一百五十五公分 所以人家叫做鵝仔 但是你不要看他這樣 他是掛一個眼鏡 而且看起來 濕濕穩穩的 大家都想不到他 架人的粗殘 他在二零零二年的時候 在桃園那裡去酒店 去食材一個 有夠漂亮 看著就散到 看著散到 散到北瓜 回去吃飯就不會消化 那個材人叫做小小 小小呢 他就每天送禮物 每天帶出場 上山椒 上包包 那兩個就變成 變成大哥的女人 很多那種豐城的一個女孩子 很喜歡當大哥女孩的女人 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邊就沒有人敢欺負他 結果呢 他想到家裡 就叫他裡面的小弟 開車接送 想到這個接送接送 接到床上去了 這個綠帽子這麼大 他受不了 總要把他撿出來 小小撿出來 撿出來之後 總要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 兩支手兩支腳 浸到流星裡面 天啊 為什麼浸到我想如果 開車顯示 後面撿到不只是 還那些弟弟 他就很尊殘 他把警ijo教說 那種大聲 心這麼吓 很尊散 他不算叫 Nissan 這個人 看檢查 杜勢 幫他掉了 失敗 那小弟突然想一個說 不然這樣 我背你一千萬 我背你一萬總要放他走 要放他去籌錢 想不到總要叫他走 走他呢 他總要因為說 他是走來老舊找他們舅舅 找他們阿姨來找人 他如果說沒有啊 我沒看到我衛生了 結果總要叫他們阿姨 別去山上 同樣流生幾罐 跟他舅舅什麼事啊 幾罐的流生 由他塗下去 塗下去要不夠 然後那些罐子都把他灌下去 流生灌下去整個都燒掉了 整個頭都燒掉了 這樣大愛的時候 這樣大在愛 等到愛到那個 愛幾聲 你說好 我就算你便宜一點 砰砰兩聲 把它拌死 拌死後 都把麵皮包起來 放開它燒 放它燒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一個小弟 有一次他喝酒的時候 跟警察說 他說給我 他說我們那大胸 怎樣怎樣 叫他知道 這有藥杯子 藥杯子 拿來 十二千 拌死到整個都燒掉了 我當時發生命人 發生命人 警察就開始通知要抓 要落跑了 要落跑 把七位的立委 卡油跑路費 總要立委保安 保安就整個全國要抓 要抓 然後再抓 走到台中 走到台中 在二零一八年的四月 我們有一個台商 那個台商本來 在台中經營得很好 可能是退休了 像他們在那裡 沈順在經營 他就退休 就像說 帶一些朋友去台中參觀工程 我總交胎 我來做對不對 總交胎 客就知道 總之在煮海 抓起來 抓起來後 卡油三千萬 三千萬加速沒辦法 怪負三千萬 負三千萬 就透過地下輝隊回過 播廣 播廣 我們利用兩岸之間的通報 總要 台中的公安 把它抓起來 它叫 台中的幸運 後來看資型 但是 結論他實反 資型 變無幾途形 現在 哦 像 我們台灣也在等 我們看他當時 如果出來 還要抓 利用我 像歐島懸賞 聽說超過六億 為什麼 沒辦法 黑白兩道都滴室了 所以連黑道現在也要他的人頭 白的也要他的人頭 這是所有我們目前這樣聽過 不可以說聽過到家人那裡糟糕 真的 高大醫師 你聽到覺得是不是最恐怖的一個殺人物 沒錯 真的有人做到時候很過分 這種就叫做沒連性 你也要知道會痛會痛 我剛才住在那裡是不太慘 但是差不多過時 但是人家是這個角頭 人家有道理 他就是有一個保鏢 因為角頭帶一個小弟一個保鏢 這個保鏢就負責接送他們夫妻 這個角頭的太太長得還蠻不錯的 結果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總要兩個小弟 那個小弟跟太太就發生關係 結果被角頭知道 角頭就很生氣 有一天就把他叫來 叫來以後就直接就叫他兔子脫下來 他想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口腩起來 要說什麼 你口腩比較好 比較不會去打不中 他就牽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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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頭也是啊 就直接送他到醫院去 他治了差不多一個多塊兩個月 就沒多久 過了兩個月以後 角頭突然被殺了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因為該部的時候就開錢開四千 要找子彈什麼找找 也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以為是應該是對方欠錢怎麼賭債的關係 就是黑道界可能原因比較多 以為是這樣嘛 沒有想到說就問那個小弟最知道 因為那個小弟跟他跟很久了 都跟在旁邊嘛 就去找了小弟 因為小弟怎麼砍掉了 進來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麼奇怪的事情 然後大哥用大小弟 說拿大小弟 像我上一個也是 也許大哥用開錢 小弟就把他都帶在旁邊 那剛才跟我說 我們剛才有開錢四千 我就找到你們就說 我米在旁邊我怕四千 我就找到真正的事情 這是大哥的悲傷 我說你們怎麼好笑 沒有過了 他說有開錢 開了十幾千我怎麼能打 我一位兩三萬而已 那兩三十萬人出來幫忙 對這也有錢 没有啦 五岛应该不太熟 不太熟 大概五万到十万左右 你说当小弟是五万到十万 那大哥压力也蛮大的 你看看日本的三国租 一个最低的小弟一百万 一个月一百万日币 和台币三十几 三十几万 现在还有吗 一样 全世界最有钱的 不会因为武汉肺炎 投资减薪 我把这个讲完 结果我们就那时候就想说奇怪 就去找小弟小弟没低 我就想说很奇怪 你这人哪有可能砍去 结果才发现说 他枪截这个角头的 那个子弹的弹道 好像是差不多两三 就是两年前 有在动物酒店开过枪 好像就是这个小弟拿的枪 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哪里穿 哪里找一团团团的 觉得很奇怪 就去捏 这个就去找到 就找到他了 他连讲都不讲 他说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样啊 我就去捏 我现在你看他就疼掉了 我去改叭 他这样还能生小孩吗 一个带应该可以 可是短的话 有没有快感我就不知道了 还可以生小孩就对了 至少还可以生小孩 那个应该不算残障 所以他庭上为了表示说 他受到多大的屈辱 导致他要伤害自己的大哥 他又把裤子脱下来 跟庭上陈述 庭上说 这可以当作减刑的标准吗 有 这可以减刑 你说你有理由给他 齐情可敏 你有理由去杀他 所以他有比较轻一点 对 娱火不容 齐情可敏 Thank you very much